那這邊有一個第一段就是那個booking的公式 那那個bill list總共會有五段公式 那我們最後希望做出來類似這樣長得像這樣 就是跟前面一樣嘛 就是booking反正一定會有個清除 然後按下它之後自動幫你把公式都丟進去 丟進來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有公式 應該這個我想前面也做蠻多 只是說做個複習而已 然後第二個是bill list一樣 有個清除有個bill list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公式全部都丟進來 那一定會有個清除 OK 好這樣大概類似這樣 這個我想應該各位已經不陌生了吧 如果說現在你可以很順暢的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平常應該有在練習 如果說沒有的話 表示你應該回家把前面的東西再看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呢其實是可以套公式的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booking 那怎麼做一般的話我會先建議你先寫清除的這個 清除booking ID 然後清除的範圍記得是從2到最下面列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以前我們是從A2偵測向下對不對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清除的時候呢 因為它清掉了 所以你要偵測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用A2喔 因為A2裡面的東西會不見 那如果你用偵測的話怎麼樣 Ctrl向下1048576 所以它會怎麼樣 for i 等於2到1048576 所以之前有同學喔 欸 奇怪一跑 哇 跑好久一直都跑不出來 還在那邊動動動動動動動 為什麼 因為你偵測錯的欄位 如果你要偵測的時候請注意不要去偵測裡面可能會被清空的那個欄位 那要怎麼用哪個欄位呢 用比較不會變動的 你用B2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B2不會變啦 OK 所以這邊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B2的最下面一列 然後一個next 再來的話 sales i 等於A欄 等於什麼 剛剛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貼上 對不對 那清除的話就不用公式 就是兩個雙引號而已 所以我的做法是 第一個 我們先到visual basic裡面 先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模組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做清除booking ID好了 OK 然後呢for i 等於第二 到range B2的最下面一列 跟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sales A A欄清空 這樣的話就寫好了 這應該沒問題啦 這已經是老梗 都已經差不多 run的很熟了嘛 好 那第二個是要怎麼樣 把下面這個東西做出來 把下面這個東西做出來 那這邊執行一下 把它丟過去 那怎麼丟呢 一樣嘛 你可以把這個清空 清楚複製 貼到這邊來 再把裡面的雙引號 貼上什麼呢 貼上我們剛剛寫好的公式 不過會有一個麻煩點 第一個喔 那個公式 你貼上來的話 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公式在雲端上也有 就這個公式 Ctrl C 如果你直接貼上的話 我講過了喔 貼在那個雙引號裡面 它會產生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第一個 就是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你必須再加一個 那裡面有哪一些有雙引號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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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八個 那當然你可以慢慢去改 我講過啦 如果說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先利用什麼 記事本 應該還記得吧 記事本把它貼上 Ctrl H 一個單引號 一個 改成兩個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後 再把它貼上 就不會有問題 這個應該沒有 應該有印象吧 就是把 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 好 可是問題這樣執行的話 它只會 就是輸出的話 這個時候 輸出的話呢 會有問題